我鼓励你做一件事 就是每一天为我们的孩子祝福祷告 祝福 不要只是每天都是责备 骂 挑毛病 祝福他们 我很喜欢用一段经文祝福我的孩子 那是圣经讲到的耶稣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一生就学耶稣吗 你记得吗 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祂说祂的智慧和声量 并且人和神喜爱祂的心 都一起增长 你要不要用这四件事情祝福你的孩子 智慧和声量 声量是个子 身体 你的孩子能够一天一天很健健康康的长大 声量长大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不只是长个子 也要长智慧 智慧也成长了 智慧和声量 人和神喜爱祂的心 让祂不只是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能干 越来越优秀 却越来越讨人闲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让人会喜欢祂 祂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祂跟同学的相处 跟朋友的相处 跟家人的相处 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 人会喜欢祂 祂不只是一个很优秀 但是很自私的人 祂不只是一个很能干 但是很讨人闲的人 人会喜欢祂 而另外一方面 不能只是所有人都喜欢祂 更重要的是要讨神喜悦 因为人只看外表 神却看内心 主知道祂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pure heart 一个清洁的心 为你用这四件事 祝福你的孩子好吗 將 Douglas 林匡